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妈 你现在刚做完手术 路正这么远 你身体肯定治不下 是啊 我工作要忙 等你身体养好了之后 我过去看你 那好 妈再见 喂 总裁 是我 刚才沐小妍又跟夏萍突立话了 总裁要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吗 夏萍最近有什么异状吗 她又表示过她想离开安养院吗 电话里夏萍提到想去看沐小妍 但是被沐小妍阻止了 我知道了 从明天开始你不用那么紧迫的听人 也不用监听她的电话 一切顺其自然 要保证她的安全就行了 是 总裁 是 总裁 当你看到这本日记的时候 我跟天琪已经离开你了 这本日记记载着我和天琪交往以来 度过的每一个日日夜夜 经历的所有点点滴滴 你看了 就会了解天琪对我有多好 我们的感情有多深 这个是汪已飞的日记 二零一一年 这个时候 我妈正准备要做手术 初雨昕找到我的时候 跟这张纸条上的日子是一样的 那就是麻烦以后 请你不要从易轩的口中 尝试打听任何有关于 易飞感情生活的事情 愿能完全不关你的事情 我记得你永远以她为优先 永远站在她那里 宁可自己受委屈 也要保护她的自尊 你还为了她每天坐公交车 还跟妈顶嘴 离家出走 那就是说 易轩刚开始说的是正确的 方亦妃和华天琪 从来都没有分开过 就在他们两个打算私奔的时候 方亦妃出了车祸 华天琪根本都不知道 说明树雨昕 她一直在骗我 今天在学校后面的工作室里 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她叫华天琪 她真的是个让人觉得很可恶的家伙 但这人 却总让我有种很熟悉的感觉 仿佛我们认识了好久一样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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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我 不管你是人是鬼 我都不怕你 有种 有种你就出来 小姑娘 你知道 你知道我是什么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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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啊 对不起 笑 笑了一个吗 你 今天是我第一次学做陶艺 天奇说 烧制陶土的时间要整整二十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之后 这些陶土就会有了生命 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二十个小时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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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再等二十几个小时就好了 再等二十几个小时才能好 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知道天气不太喜欢有钱人的家庭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隐瞒他的 我只想跟他站在同一个世界 那些富华里叫 我都可以不要 就这样简简单单就好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坐过公交车 我怎么知道前面不能下车 美丽 我 se 怎么 millor 拖住不走 拖住吗走 拖住吗走 来 补好了 好啊 扶手正好 谢谢 一飞 一轩 我们学校 怎么会有这么丑的人啊 你该不会 是为了她 每天搭公车到学校的吧 这位小朋友 你谁啊 我是她妹妹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我只是想 多点时间和你在一起 妈又为难天气了 看到天气我真的好愧疚 为什么妈 就是不肯接受天气呢 对不起啊 都是因为我 让你下学期 没办法拿奖学期 我都跟我妈解释过了 可她坚持要这么做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天气 都是我不好 真的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应该说对不起的 是我才对 是我才对 她不肯接受吗 呢 是我妈不肯接受 你怎么得哎 那只要是你 那只要是你 我怎么知道 你刚才特地的 当我都想了解说 戴上 看来啊 让我未来丈母娘失望了 好吧 我支持你 你说 每一块图都有她自己的个性 当她们逐渐成型的时候 灵魂也会被富裕上去 我好享受这样 静静地看着你专注的模样 好像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 你都能像现在这样 不受任何人的影响 沉醉在你最喜欢的逃逸之中 看着你对逃逸的热情 我仿佛每一次的挫败打击 都能一早而哭 成为设计师 不但是我的梦想 也是因为我想像你一样 拥有这么强烈的执着与热情 是你告诉我 不要忘记自己对设计的热情 不要忘了最一开始 拿起画笔的初衷 能够在茫茫的人海之中遇见 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运 好幸 天哪 完了完了 我居然破坏了一段这么美好的感情 我居然破坏了一段落 有事紧找你 你过来一下 姜蕾啊 晚上把时间空回来 我给安排了个饭局 和永夜集团千斤吃个饭啊 永夜集团千斤 我 我不认识他 就是因为不认识才要跟你介绍呀 你都多大了 到现在还不交女朋友 我跟你爸都替你着急 怎么 有其他的想法 我刚进公司才一年 所以很多业务还不是很熟悉 我还想跟爸再多学习学习 不应该 把时间浪费在儿女私行上头 小雷啊 你这么想的 爸爸非常地欣慰 知道吗 但是今天呢 爸爸呢 说句自私的话 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和咱们白家的门堂户队的女孩 你娘一定好好地相处 这样子呢 会对白家帮助非常大 可我一直觉得 感情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助传对方是平平凡凡的 不是明门之后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开心 幸福 不就好了吗 对 说得有道理 但是有一点加为你要记住啊 一般人可以这么想 但你不能这么想啊 因为你出生在白家 你做任何事情 都应该站在白家的利益围长 要顾全大局 你知道吗 感情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为白家创造了利益 就等于为你自己创造了利益 你懂不懂啊 吃吧 早餐在锅里 利益待会赶紧吃 不然的话馒头硬了就不好吃了 我知道了 衣服昨天晚上我都洗好了 晾在后阳台 记住了别忘了收啊 今天天气不好 可能会下大雨 好我知道了爸爸走进去 那个 晚饭我也做好了 都放在冰箱里了 好 今天晚上要是我晚回来的 你就别等我 好 自己先热着吃 知道 放心吧 你快走快走 快去上班啊 快快快 今天你怎么老是把我往来赶着 爸 我都已经是大人了嘛 我自己会照顾好自己 那你们要照顾好白叔叔 你如果迟到的话他会生气的 快快快 快走快 乖 好好好 好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叔叔 小心啊 拜拜 5 在闹着 医生 睡觉 于记住 etenj Nico 你们看看 你 todas 我能不能把我 女子 走 棟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不是那么早就给你发短信了吗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对不起啊 今天我一早起来 我爸就给我上了极其震撼的一刻 一定是白叔叔又给你介绍女朋友了吧 怎么样 这一次又是哪家千金 长得漂亮吗 身价多少 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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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吉普鲁好不好 干吗 你不跟我说那杯东西又便宜 杀起家来又爽 你不一直想带我去看看吗 我们现在就去吧 现在去干吗 因为我感觉到了 你有意思不开心 我的职责呢 就是让你开心 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 现在我没有办法留着我爸的想法 但是我就想让你在一起 去你想去的地方 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你不开心的 我就是让你不开心 好了 好了 拜托你快点开车 认真的开车 我来不及了 好了 拜托你快点开车 本来又迟到了 还有啊 嗯 那个什么相亲啊 介绍女朋友的事情 我根本就不介意 一丁点都不介意 直接菜 老苏 什么问题啊 看不住什么毛病啊 你看看机油缺不缺啊 小伟 小伟 爸 车怎么了 车子突然抛毛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 我着急去公司 你送我过去了 老苏 把货币箱的东西 放到家伟车上吧 啊 等等等等 我 我后备箱里塞满的东西 不如这样 我看吧 还把东西放后座吧 算了 慢点啊 这些都是玻璃 好 我告诉你小心一点嘛 看你干的好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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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老苏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我来吧 哎呦 别别别 张伟啊 你别动 你别动 我检就是了 别检了 别检了 把剩下的货搬上过去走 哎 拜拜 快走 你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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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伟啊 你看我 恐怕要弄脏你的车了 没事 不用在意 老苏啊 不是我说你 这车子要定期去检修 你是不是忘了 不 好了 你别说了 我告诉你 最近夫人这边 一直在跳你的毛病 她说 让我把你给换了 你说我在想 你跟我们家这么多年了 毕竟有感情 有一个问题你得记住 以后啊 做任何事情 要手脚麻利一天 不能让她跳什么毛病了 好吧 哎哎 我知道了 对不起 我记得老苏 上个礼拜刚把车 送去车场 会不会是车场出了问题啊 那就换点车场 哎 是 这些样品呢 晚上见客户 也不知道够不够数人 哎呦 这对不起 这对不起呀 哦 我公司好像还多了一份 我待会儿让秘书拿过去吧 爸 你就放心了 好了 知道了 好 别坏了吗 来 来 小心 小心 哎 后面要有点脏 你怎么没想到 竟然会碰到我爸啊 啊 没事吧 没关系啊 也没有很脏 先进了 是不是前面把你关在后备箱里 你不开心了 没有啊 还是说前面你听到了 我爸对你爸的态度不好 谢谢你 我妈妈死的时候 我爸一直跟他说对不起 说当初如果是听了他的话来上海的话 就一定能够找够钱 帮我妈妈治好病 后来妈妈死以后 我爸爸就带我来上海 他跟我说 在这里一定会有翻身的机会 我知道 他虽然嘴上不说 但他这样做 一定是想弥补 当初没有给我妈妈做的一些事情 只是没有想到 他在上海 开了十二年车 哎 前面就是公司了 在这儿停吧 好 谢谢你送我过来 那我先走了 苏赫 对不起 我替我爸向你道歉 你爸爸没有错啊 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跟你谈恋爱 所以就忘记了 你爸爸是我爸爸的老板 我上班去了 她觉得 Goodnight 梓丽 稀哥 咖啡到了 杰哥 好久没有开这个莲幕了 是不是不打算再整他了 我告诉你 不要再让我看到这个表情 就因为有我 你就痛恨你的过去吗 我从来没看到过像你这样的人 失恋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有本事向前看呢 还是 你怕那个康姐 我去找人对付她 谁告诉你我怕她 我是因为一见到方亦非烟就生气 我让她在我眼前消失 如果你也让我生气的话 你知道我会怎么做我们的 知道啊 知道啊 不好意思打扰你一下执行长 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你看我这个胚图拍得够迷失了吧 王亦非你上班的时间问这个干嘛 我研究陶艺啊 卖我胚图的人说 必须要把这个空气排干净才能做成陶艺品 我又不知道对不对 可幼稚 你干这样行了吗 这药材就很干净了 哇塞 果然是专家啊 谢谢执行长 我得告诉段凯他们 哎 段凯 我们都搞错了 这个胚图啊不是用砸的 是用捏的 揉的 他们在那边搞什么啊 警长 警长 哎 你们上班的时间 手都弄那么脏 干嘛 哦 方设计师啊 要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逃速 你要是游行程 你也可以试一下 哇 哇 什么哇 是其他电话给我看一下的 好 我去看他们在搞什么 方议菲你上班的时候 工作带着设计不止从事 带着捏丑尼吧 你以为这是在哪 执行长是这样子的 我发现服装设计和陶艺雕塑 是息息相关的 他们都是关于造型的艺术 只要发现了一个 就对我们帮助很大的 所以我才发动大家捏陶 这样就让大家一起去体验 线条艺术的各种可能性 是吧 对对对 我发现这个人体比例差一点点 却有天壤之别的 老用模特体型做标准 都忘了一般人的体型 根本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啊 不过 我刚刚想捏小人来这儿 没捏成功 看来吧 王亦菲你是故意的是吧 你看到我在工作室里面捏头 你很得意是不是 有一天呢 猪妈妈还有猪爸爸 带着猪小弟一起出来玩 猪小弟突然问 爸爸爸爸妈妈妈妈 为什么你没有大大肥肥的耳朵 我却没有了 猪爸爸说 小弟啊 爸爸把你的眼睛闭上 爸爸给你变一个大大肥肥的耳朵 哼 来 爸爸 把耳朵给你戴上 又大又肥 你那个时候不是挺开心的吗 去把这种快乐的气氛 渲染到办公室 其实也挺好的 你该不会认为这些廉价的东西 可以改变什么 我只想让你重拾过去的热情 这些又做什么呀 方设计师 大家想知道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是不是要把这些桃素 送到什么地方烧一下 我们走吧 你们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 我们的执行长啊 有一个超级大的工作室 在那儿 既可以捏桃 还可以烧桃 执行长 你看 借给我们用一下 可以吗 真的呀 那我的桃就可以烧了 对啊 好期待啊 我烧桃什么样子啊 我的工作室离这里很远 我们不怕辛苦 嗯 嗯 哎 执行长 你是在找这个吗 实在是对不起啊 因为我们太想让执行长指教一下我们 所以我只能擅自做主把它拿过来 打个唱脸啦 你不会介意的啊 方亦菲 哎 黄色技师 这是我做的哎 哇 这么可爱啊 快看 快看啊 齐克 我只是测探敌情啊 呃 只是为了知己知彼啊 你的吩咐 我去办 哎 我觉得这个小猪 那个小猪在哪儿去了啊 嗯 真的 快转一下 哎 我觉得 这个这个 接下来的这个步骤叫做柴窑素烧 就是大家把已经阴干的作品放进窑里进行第一次烧制 然后才能上右踩 我说的没错吧 执行长 那我们先 先过去吧 哎 好好好啊 快去吧 哎 启哥 这个要烧多久啊 吴游温要烧到一千度 至少要二十个小时 等摇温降至了一百八十度 才可以打开窑门 哇 这么久啊 我想起来了 有一次启哥喝酒的时候跟我说 等开窑就像一个母亲等待他的小孩出世一样 那种心情更像是恋爱 期待 又怕受伤害 那都是以前的事情 该玩的你们都玩了 该耽误的时间都耽误了 现在可以回公司工作了吗 是啊 我们现在就回去 而且会更努力地工作 来报答执行长提供这么好的工作室 还有陶艺支持给我们是不是 是 那我们 时间也不早了 该回去工作了 走吧 走吧 走 那个 方设计师 执行长找你 执行长找我什么事啊 呃 你进去就知道了 谢谢 好好好 回去工作了 回去工作了啊 继续工作 执行长 你去告诉大家啊 拧行长你找我啊 你去告诉大家啊 拧行长你找我啊 你去告诉你 为什么啊 还是 为什么啊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啊 如果以后在工作的时间 再让我看到有人捏你一半 我就让他卷铺盖卷回家 专心地捏你一半 可是执行长 出去 出去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